繼續來關心到這美國總統 大選 美國的副總統 胡錦麗跟對這個拜登 手頭和自控自主 總統大選的這次 大陸來後呢 競選擇設施頭一陣 就選擇了共和黨 全台會基盤 地點威斯康辛州 這胡錦麗會用自己做過 檢察官的背景 拿來含黨向 川普做比較 以為批評川普想要 帶國家怕犯頭 胡錦麗一直確定 在到貴魄所總統代表 幾次後 幾三起搖擺酒 威斯康辛 第三千的幾次 這次發表17分鐘的英港 表示如果勝算 他會拆除行動 庫大體驗來關注 後來更簡單 加一間歸 更改善清潔保留問題 他會忽視著 是各種侮辱者 會受到大陸 被拆除精神 或使用化題 逃狂者 刺激者 拖負 盯罪了產品 公眾 為他們破壞了 他們對自己的報導 蒙 所以聽我 當我認為 當時我明白 是川普的風格 拜登宣布替算 香港这四位佛金磊团队 24点准时来都募集 看记录1千万美金竞争经贵 其中61%的官司 都会第1次官司的参民来 和透霞和义普所公司详心民调 佛金磊44%的支持入丁宣共活动 川普的41% 川普是在自己的社会媒体发文 只要华金磊是首相 上部受欢迎的美国副总统 又攻击他进行处理变境问题记录 另外总统拜登纸杀继续在德拉伯 自己出来新冠家里 最本机让他发护 现场媒体一万关心 他的健康众论 拜登地位即时暗时 在北京办公室对中国发表演讲 讨论未来发展 和要完成的工作 即将接规来本文的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即使纳坦雅胡在10月设置 香港事件后 第一点各国本文刑定 被安排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但是拜登和佛金磊当时 都不会参加 佛金磊后面的公伐是 已经拜登去印第安娜 波利斯组织 公司新闻 欧会闻朋友